走医生 救死不上去天使 拿我的命去跟我爸去都可以 再拿的困难 不吃 这样吃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吃吧 吃吧 这个胖乎乎大眼睛的小男孩 名叫采旺 今年十岁 马上要接受 他人生中的第二次手术 切除他胸腔里的巨大肿瘤 从这个部位来讲 鸡胎瘤的机会比较大一些 就跟发育不好的小胎儿似的 鸡胎瘤里含有很多种成分 包括皮肤 毛发 牙齿 骨骼 油脂 神经组织等 而小采旺的肿瘤十分巨大 几乎占满了他的整个胸腔 15厘米长的肿瘤不仅仅横跨了左右两个胸腔 更是已经开始压迫采旺人体最重要的几根大血管 这肿瘤因为它不会自我消失 它只会越来越大 再把鸭头呼吸道 气管啊 肺啊 你要是呼吸都困难了 那发育就更不用弹了 2019年的秋天 小采旺曾经接受过一次胸腔镜手术 但是肿瘤紧紧围绕着大血管 医生因为没有把握而放弃了全切肿瘤 只进行了部分切除 可是就在短短的三个月里 肿瘤却再一次疯长了起来 这个肿瘤还是长得还是比较快 肯定是要尽早处理 手术三个月的时候 它慢慢地长的时候 我已经害怕了 但是你必须得做呀 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这个肿瘤 慢慢地长大 长到一定程度不能做了 你再后悔那不就晚了吗 你觉得你姐姐跟妈妈 那个比较温柔 我妈妈 我妈妈 你如果让你选来 陪在开医院住的话 你选谁 我姐姐 我姐姐 这个在病房一直照顾她的女孩 是她的姐姐 春瑞 我弟也就是 基本上我还在她旁边 陪着她长大呢 赶快再一局行吗 行 今天没有给你继续呢 一般都是我姐她 我就我玩我就玩 不就我玩就不玩 你怕你吗 谢谢你啊 为什么呀 她们很厉害吗 她很凶 我没有说什么 因为我不凶你不听话 来来来来来来 但是不听我妈的必须听我的 我弟从小就是喜欢我 有时候会依赖我 这次来北京 春瑞答应小彩旺 只需要像上次一样打两个小孔 做一个微创手术 很快就能回家 但是她却担心 自己的承诺变成谎言 之前给吴主任打过电话 她说先是抢镜 如果抢镜不行 都终止开胸 去医院做的最坏的打算 也都是开胸 手术的方案还没有确定 春瑞决定 这个有可能开胸的消息 还是能满一天 试一天 那你同学们问你 怎么没得上钱吗 问呢 但是我就是没有回答 有几个人问你 就一个 也没回答他 没有 不愿意 十岁 还在刚刚懂事 又不太懂事的年纪 小彩旺不知道 怎么应对朋友们 善意的好奇心 你问家他们知道 他们就是问这个问那个 春瑞今年26岁 不仅仅是小彩旺的姐姐 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儿子他最多还好 还好点 我女儿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就是我自己带着 来北京逼不得已 所以强行把他扔家里了 他带来了吗 强行断得来 我不来没有人来 如果我孩子 丢在家里还有谁看 但是我弟如果我不带着来 没有人带着来 带他来是应该的 但是也是一个姐姐的责任吧 两者必须得想一者 想他们的时候我就这样看看 我只能在手机上偷偷看着他们两个 我只能在手机上偷偷看着他们两个 这边得照顾我弟 这边我还得照顾这个家 所以感觉这两个肩上有时候好累好累 咱这有时候感觉好大 想放哪一边都放不下 只能扛起来 包到这边来了 这都是 你看它中央除了这分转之外 它这边还有 小彩旺的肿瘤巨大 又和心脏大血管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胸外肿瘤外科的伍玉瑞主任 和心脏外科的张辉主任 一起进行会诊 选取更稳妥的手术方案 要不从正中开胸可能更好一点 这个你要正中开胸 它大部分它都在这右胸腔里边 你反而不好做 就是我们都说暴露 暴露不好的话 风险就是提高 就是你像这切口的话 除了正中披胸 正中披胸可能刷伤稍微大点 然后再一个就是侧开胸 侧开胸的话也能套到最后去 我想还是从侧方吧 考虑到小彩旺的肿瘤巨大 又是二次手术 会诊的结果是 要进行肋肩的开胸手术 咱们这次手术呢 尽量把这个东西都切掉 当然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前面的心脏还近 它的瘤子又比较大 可能咱们就直接开胸了 直接开胸 但是内心已经怎么说 已经快达到崩溃的边缘了 开胸对我们来说风险极大 第一次做尾窗的时候 我在外面等了八个多小时 已经吓得不轻了 已经吓得不轻了 自己拎着 自己拎着 出去啦 我的饭饭 开门 开门 开门开 开门 开门 明天下午做手术的话 今天中午就吃这个 做手术之前可以吃肉 是有意思吗 对 我要把好吃再留着最后再吃肉 这就是我的心脏 今天不告诉他了 我爸说明天 今天如果跟他说的话 他害怕晚上睡觉的话 他怕他睡不着睡不好 明天等我爸来了再说吧 你赏量赏量 叫风险网指导 你不是 我不想叫他指导 他现在还是想着目前是做那个微床 整大了也又制造了权力了 但是我又怕他害怕 你也是复活了以后他肯定得害怕 你上去做什么时候是吧 去年九月四 我喜欢做微床 因为那样不疼 开刀很疼 要是开刀和微床比的话 微床比较好 开刀和微床比较好 想是一次制好呢 还是想再制两次 一次制好都得开大口 你很想再收回嘴吧 你不想收回嘴这回都开刀 一次成功 是吧 啊 什么说什么 别给他发了 不发了 我上去给他发一把 不发了 不发了 我上去给他发一把 感觉他这视频就哭了 感觉害怕了 哈喽宋先生 你是不是被吓得了 我上去我跟他说 我想给他说 在下面是吓唬他的 比较有心理压力 不吓 吓着了吧 吓唬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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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蛋 都看看了 害怕了吧 吓唬你了 吓唬你了 咱爸爸 你不当还在吧 一直吓唬你啊 还是跟上次一样 在这儿串小的小眼 是不是 还害怕吗 啊 你怕了是吧 吓唬你 你不知道吗 他经常吓唬你 之前怎么跟你说的呀 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跟你说过呀 做伪创 是不是啊 啊 好了 别哭了 休息你 休息你 丢丢我 哭啊 别哭了 你丢我 再给你 还害怕吗 不怕了是吧 他唬你呢 你不知道吗 经常唬你啊 病房里 有最多的祈祷 也有最多的善意的谎言 哎呦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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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拿篇子戴着 好的 篇子拿一张 不穿的隔禁电啊 你睡了妈妈是吧 我看姐姐 还记得 小小年轻 对 你 我哭了 你 忘记之间的约定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陪你 就 这俩在外边等就行了 啊 三点 你吸点氧气 对啊 你快就睡着了 困了就睡觉啊 起过来就乱了 打点火 在麻醉药的作用下 采汪很快就睡着 手术要从采望的右侧胸前切口 通过肋骨的空隙切除肿瘤 为了减少创伤 伍玉瑞主任设计手术 通过三四肋肩的一个切口 但是可以分别通过三四肋肩 和四五肋肩分别操作 切除肿瘤 咱得切到这里 因为它过程线 所以说咱从这这一方进 这是胸部 这还得大 所以说它并变了 一直是到这里 小采望的肿瘤不仅长得大 而且横贯左右胸腔 为了将手术部位暴露清楚 这个开口长达20厘米 打开胸腔 是小采望被肿瘤严重挤压的肺 而肿瘤在这边肺的下面 这是肺 肺那边包就得就是包 那边我都只能拉着 切除肿瘤的第一步 要先分离和肺部 严重粘连的囊性肿瘤 但是操作起来 却困难重重重 现在这个薄薄的一层肺 薄薄一层肺 大家先把底下再摔着 采望的肿瘤是囊实性结构 靠近刀口的地方是囊性结构 像一个充满水的气球 张力非常高 肿瘤已经把肺部压得只剩下薄薄一层 因为它这个张力太高 没有操作空间 因为这个孩子 还考虑良性的机会大 让我们可以分块切除 也可以把那个囊 把这个液体先充出一部分 吴主任从小采望的囊性肿瘤中 充出大量的棕黑色液体 降低肿瘤的张力 手术继续 对于胸外科的手术来说 最大的难度真一 就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操作 巨大动作终于在这个胸外科 是一个大的一种 因为我们对胸腔有限 没地儿 你手术视野的暴露 对于困难 你那口怎么转怎么事 内间的盐还不能扩大 内间太多了 在导臣的卫武补独 记得你再想过出去 再次上枪 对吧 贴西的 保持视野干净 看看用来 这是那个囊是吧 你应该把那个囊打开 先刀 对 打开就因为吸干净了 里边看着囊口就安全了 里边还有东西 这么大个东西看了 这个什么 盖化吗 打开囊腔 取出一块 看起来像是贝壳的 一片厚厚的盖化组织 另外 有一条五厘米成的银血状组织 来 这一块 来 吸干净 吸干净慢慢走 一点点地看清楚了 清理囊内的组织后 伍玉瑞主任 要将囊皮 从小彩王的肺叶上剥离下来 这粘得非常厉害 再往上要堆一遍 后那一套 再散开就卖了 这边应该是没什么东西 先 这个比想象的 还是粘着的 可能有一个偏良性的话 应该是 先里面 应该是 大囊打开了 这可能这还都是流的 这都是流的 这是心脏 随着肿瘤的切除 手术部位 已经越来越接近心脏 和大血管 小彩王的囊性肿瘤 不是一个完整的囊 而是由几个囊组成 由于视野受限 为了保证小彩王的安全 吴玉瑞主任 用手感受肿瘤的位置 接下的囊体 被立刻送往病理科 检验肿瘤的性质 吴玉瑞主任 再次用手探查肿瘤 和心脏血管的位置 小彩王的肿瘤 包裹着他的大血管 主动脉是全身最粗的动脉 上腔经脉 下腔经脉 这是全身最粗的 也就是最重要的 回流的经脉 它只要通用心房的 你不小心的话 它会容易引起来 致命性的出血 在手术室里 心脏外科的医生 准备了一台体外循环机 一旦手术中 因为大血管损伤 引起大出血 就要立刻接上体外循环机 将小彩王的心脏停跳 才有抢救的可能 最主要的是害怕 害怕手术风险 最害怕就是心脏停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随着手术的部位 随着手术的部位越来越深 手术的操作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为了更好的切除肿油 伍玉瑞主任把手术的入路 从三四类肩换成了四五类肩 提起来 提起来 太深了我够不了 这个盘子就大了 所以说它的胸腔就比较深 角度各方面都是比较刁断一些 就像我们像矿工艺 就是从右侧往左侧掏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过去了 晚上六点半 这个压在小采望熏口的时刻 终于被完整的分泡切除干净 先拽下来 好 切除了 哈哈哈哈 送采望 这个整罐的有些肺 它粘的就是特别特别似 后边血管呢也是离得很近 这个流的比较大 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个肿瘤 它不是一个纯粹囊 它里边还是有囊实性的东西 里边已经粘液 应该像个良性的 最后还得看大病理 现在分块切除 它这个地方太大了 也没发过路 这都是它里面的东西 这是一块一块的这个流呢 它现在是基本上切除干净了 肉眼可见的 就是浓麻道的这些 所以就切除了 全都切掉了 好的 行吧 行 出去等去吧 好 你印象的结果好得多 风险至少没有吹来吧 晚上八点 这场历时八个小时的手术 终于结束了 但是小彩旺必须要在ICU里 进行至少三天的观察 而她的病理报告 也要在一个星期后 才能知道答案 手术后的第一天 小彩旺还在镇静剂的作用下 保持着睡眠的状态 现在孩子还是挺平稳的 包括呼吸血 现在就还带着管 手术后的第二天 小彩旺的肺部恢复不够理想 还没有办法拔下呼吸剂的管子 那是什么时候能处这个爱心的问题 处爱心的传续管子 处爱心的传续管子 就差不多了 是吧 传续管子观察一下 有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处爱心了 采旺的姐姐和爸爸 每天都等在重症监护室的窗外 只为了离采望更近一些 手术后的第五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有些孩子从出生起 手上就有着独一无二的印记 这个小朋友名叫萱萱 今年三岁 从新将来北京求医 为了治疗这股 俗称拐棒手的先天畸形 学名叫做饶测的纵列发育不良 就是从手一直到前臂 这一列都是发育不了的 应该说是一种罕见的一种 一种先天的出生缺陷 那种严重的出生缺陷或者畸形 它对肢体的功能影响是非常大 往往你看我们这病人 他是无法完成正常的 日常的生活的所需求的那个功能 他根本不具备 那个爷爷给您做一个手术 他能一个不打针就睡一觉 昨天都打针了 现在你们睡醒了以后 这个手就好了 然后就可以吃好多好吃的东西 还可以来看我来吃 在北京鸡水潭医院的手外科诊室 田文医生每天都会遇到这些 被先天性手部畸形困扰的家庭 很多来看病的孩子都还不会说话 我说孩子一坐手术 他受罪 先天性手部畸形的发病率很低 但是发生在这些家庭身上的灾难 却是百分之百 你躺着 躺着 躺着 我看看手好不好 对任何一个先天的出生缺陷 或者是先天的肢体的畸形 它的外观 你看这个外观怪怪的 畸形那么严重 非常难看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家长 带着孩子来看病 你看这个孩子 你要去看他的手 看他的胳膊 他会不让你看 他会回避 这种病啊 对孩子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 是非常巨大的 缩容已经缩了一部分 调整了一部分 现在像个手啊 下次呢 我们还得做 还得把这掌骨间的间隙 给他病过来 他这个心理上的压力 不但对孩子 实际上对他的家长 心理压力 社会压力都是很大的 在手外科领域耕耘30年 天文医生把自己的经历 逐渐聚焦到了 先天性的肢心 你看到你了 这个致趣配好了 他从一出生 谁不怕我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呢 但是他一出生 看到的是这样 那样一种情况 你想一想 那是一种什么感受 这些孩子治疗比艰苦一点 他得好多次 一次一次做 诊断没有办法 怎么选择这个牵引的方式 萱萱的治疗 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这第一次手术 是要利用特殊的支架 将它拐向一侧的手臂 正过来 一个是改变它的外观 也就是解决它的外形 那再一个呢 在同时呢 我们和它结合去同时考虑 怎么来增加 或者恢复它更多的功能 这是我们治疗的主要的目的 萱萱刚刚出生一个月时 父母就带着她来北京找过田文医生 今年萱萱三岁了 正是矫正拐棒手的最佳时期 萱萱来接受她的第一次手术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 萱萱也要一直往返北京和新疆 治好自己的手臂 上次萱萱手术这个爷爷 他来再开开 给娃弄个 就是咱们家那个卡子嘛 把这个卡子卡好 出来我们就喝果汁 给你买几瓶果 好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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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快 我找这个衣服穿上去等完了 我快快就行了 上午十点 萱萱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的第一步 是在萱萱左侧的手部 和手臂的骨头上 打上四个用来固定支架的钢针 你想就那么一个小孩子 那么细细的一个手臂桌上 你想就我们操作的区域 可能设计神经 血管 肌腱 骨关节 血管还有动脉 有静脉 那么多东西都 完全堆积在一个 非常狭小的一个区域 对大夫的手术的技巧 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这是手外科 区别于其他外科 尤其是区别于有大骨科的一个 操作商 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成人可能骨头比较大 我打一次打不好 可能我再换个地方再打一次 小孩几乎没有这种机会 你再换一个地方 那骨头真舍了 这个是吧 前两颗钢针 要打在小萱萱 小拇指的骨头上 这根骨头 只有两根火柴的粗细 所以一定要非常轻柔 非常的精确 动作一定要非常的小 就是把对孩子的这个手术 造成的这个创伤 尽量减少到最小 每颗钢针打好后 田文医生都需要实时拍X光片 确认钢针的位置 确认钢针的位置 我来调位置 我先来打针 让你先透眼吧 我看看这针的位置 我长点针 有更长的 好 看这针的针组 可以 手术的最后一步 就是将支架和四根钢钉装起来 开始矫正伴随萱萱三年的拐棒手 再来一点 两派的学员没受 就是担心 没问题非常快 好嘞 经历两个小时的手术 萱萱的矫正架安装完毕 还有因素 对一个先天的程度 确认过去老的观念 就是我受的教育 我老是告诉我的 那就是开刀啊 这个没有别的 它不是一个瓶子 它就那个二级的东西 是胎学上的问题 那就是开刀 但是这现在不一样 现在不一样 随着病人越来越多 田文医生发现 手部的畸形 经常会联合其他部位的畸形 所以紧紧手术 治不好这些孩子 特别 当你把这些问题 告诉家长以后 家长常常就问你 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常常是回答不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 你作为一个大夫对吧 当然心里是很别扭的 很困惑的 我们觉得我们也有责任 去追寻这个东西 这个孩子名叫小雨 今年三岁 我听到这些人 我去看了 本人是个小雨 这就是你 还是乱在干净的 这就是我 不知 我听到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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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孩子 三年来 她的父母带她跑遍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医院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答案 小雨的母亲说 她不敢接受采访 她甚至不敢笑 好像笑一笑都是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小雨的病例很特殊 在田文主人看来 这很有可能是一种基因的变异造成的 而针对这种基因变异 世界上有可以用药物辅助治疗的手段 这相对于单一的手术治疗前进了一大步 你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本 那好 我们就可能用一些特殊的 准确的一些办法 也就是有药物的干预 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去控制这种基因的发展 这次手术 田文医生首先要解决小雨脚上过程 这次手术进行止血带进行止血处理 刚二人我们开始切了 发现它有一部分肌肉放发灰 接着就是要 这次手术进行断装 Gamow 我可以注写一下 就是这样的 永远中摆上面 我们开始教授 我们的订阅 我们下来 Làm 哦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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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辈子我是根深蒂固的,扎在了脑袋里。 马上这个工具快粗来了,凹下来了。 还多,多一个完全。 这一件都挺好,是吧? 血果神经术也保留得很好,好看啊。 挺好,是吧? 这就开始有个脚的样子了。 进来这边,换洞面。 去掉内侧多余的肌肉后,天文医生开始去除小雨右脚外侧的多余肌肉。 还比较多呢,这地方。 这部分也得去一点。 又一步。 好,看一看,看一看。 还多呢? 穿起下来了,扁下来了。 弓错来了。 好,那就放这些袋。 我先给家属看一眼这东西。 就跟我们数前那诊断是完全是一样的。 你看这全是。 这个都是切下来的肉。 就正常我们没有这么多肉的,太多了。 那下一步我们就等着给它做个体细胞的精英检查。 这全拜托您了。 我们努力。 希望精英撤完了以后,将来能去用药。 用药能给它控制,长得慢一些。 好吧。 别的都挺顺利。 你觉得害怕吗? 不害怕。 很棒。 还疼吗? 不疼。 也不疼。 很棒。 三年来, 小羽第一次拥有了一直和别的孩子差不多的小脚。 三年来, 小羽第一次拥有了一直和别的孩子差不多的小脚。 我们也第一次在妈妈的脸上看到了笑容。 那这几年我们也是跟比如医科院协和医院我们去合作。 带着我们这个困惑和想法。 发现好多我们过去对这个出生缺陷或者畸形的诊断呢, 只是一个形态学的诊断。 就是我是一个表象的诊断。 真正的病因上的问题, 基因结果给了我们以后, 那这个病的准确的诊断一下就出来了。 那这个意义就很大了。 希望不久的将来呢, 这些研究能给我们这些孩子呢, 真是提供更大的便利, 更好的治疗。 医学的路上, 有耕耘者更有追寻者。 追寻的力量让阳光照入生命裂痕。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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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